世人总说,上围下都是真心的,但绝对不包括眼前的这一家人,眼看大儿子一家花费五年时间盖的新房就要封顶了,公公在此刻提出了自己也想盖新房的打算,盖新房是含蓄的说法,直白的说就是要钱,同龄自然不愿,盖房子的钱是自己费尽万难才挣来的,还不一定够,倘若都给你了,他自己的新房怎么办? 他对公公说出了现状,想让公公再缓一些时日,但是公公怎么肯善罢甘休,我问我儿子呢,又没问你,长林,你说,这钱你是给还是不给? 这想要什么,做儿子哪有不给的道理? 言罢,赵长林夫妻走了,留下婆婆在身后咒骂,晚饭后,同龄坐在屋里看着电视,婆婆隔门大喊,电费不要钱呢,同龄吓得连忙关了电视,也正在此时,赵长林喝的灵丁大醉回来了,人就是这样,越没有本事他的脾气越大,他让同龄给自己收拾衣服,明天他就要出门挣钱,同龄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,他打开放钱的抽屉, 他傻眼了,钱没有了,自己辛辛苦苦赚的一千五百块钱没有了,他质问赵长林钱呢,赵长林用拳头回应了他,这一次赵长林下了死手,拳腿如暴风骤雨般砸在同龄的脸上,同龄的惨叫声传到了屋外,不绝于耳,婆婆隔门倾听,他的脸上露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笑,这是他想要的,二儿子和二媳妇也听见了, 二媳妇想让二儿子去劝一下,但是二儿子却是一副理所应当的样子,二媳妇实在听不下去了,他跑出了门,他要去喊没人了,也是同龄最后的希望,在灌屋内,同龄咬了赵长林一口,他挣脱了,他想跑,他慌慌张张的跑到大门口,却看见婆婆正在锁门,他的心碎了,赵长林追上来了,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,没人来了,他看着同龄鼻青脸肿的模样,他咒骂起了赵长林,赵长林一时间有点不知所措,但是你别忘了,恶婆婆还在这,他是吵架的一把好手,他怪没人乱牵线乱搭桥,让他们家儿子吃苦了,没人知道不可理喻了,转身就想走, 同龄见状一把拉住了他,他祈求没人不要走,没人摇了摇头,他是自身难保,他知道恶婆婆的为人,他让同龄今晚先住二嫂子屋,隔天他来想办法,就这样,同龄战战兢兢的和二媳妇进了屋,两人是刚睡下,赵长林又开始了,他开始打砸二媳妇的大门,两个女人像惊弓之鸟蜷缩在一起,二媳妇实在是害怕,他让同龄出去, 他说自己也是无可奈何,同龄的心快要碎了,破于无奈,他出去了,趁其不备他躲到了堂屋的柜子后面,赵长林此时此刻就像是一个魔鬼一样,他发了风般的寻找同龄,同龄下的七荤八素,心都提到了嗓子眼,赵长林前脚刚走,后脚恶婆婆就来了,婆婆发现了他,他祈求婆婆帮自己一把,自己愿意给他做牛做马,但是恶婆婆要将恶婆婆, 我婆婆这个称号贯彻到底,他开始放声大喊,同龄被吓得魂不附体,撒丫子就好。